恭喜郭柯大厨的鲜花椒泡海参 成功入选本期星级菜 由更懂中式烹饪的老板电器 还原地道中国味及背后的故事 绿色藤椒搭配分子料理 海参的黑色深藏营养的秘密 和造国一起探索五色调养身体的奥秘 即将展开对决的是我们两组好吃创意人 首先有请周杰雄和鼓鼓吕思韦 他们将以一场跨越时空的契乐派对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创意秀掌声 有请 请周杰雄和鼓鼓吕思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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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周杰雄和鼓吕思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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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期盘太帅了 天外亚 天外凉 我在幸存的沙场 谁盼望 只剩在奔向思念的脸庞 内外看 心不凉 失守了 依然在滚烫 如春去打我无畏的狂妄 好帅 太棒了 跨时空的音乐对话 一个是来自东方流传了千百年的弹波乐器琵琶 一个是源于西方极富韵律感的打击乐 其实我们从服装上面就可以看出来是一股一惊的 是的 然后我们的乐器也是运用了中西结合的碰撞 对 希望我们的美食也可以呈现一种东西方极致碰撞的美食 我猜到了 那老师们 这个东方和西方的美食 到底在本质上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觉得有一个区别非常明显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中餐端上来的时候 通常它的烹饪已经完成了调味 西方人上一块肉 酱汁在旁边 要蘸酱 我觉得跟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这个生活方式都有关系 西方人很喜欢表达个性 我占多少枝 怎么占是我的事情 你不要干涉我 经常碰到美国人去中餐厅 他们会点一样的菜 比如蚝油牛肉 一人点一份 每人吃自己的 各吃各的 哇 两位今天带来的这个创意引发了我们对于 不管是文化 美食 各个方面中西方的探讨 所以两位学习乐器对你们来说肯定也是人生非常宝贵的一个财富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们学习的过程 我不知道其他小朋友是怎么样 但我是可能是被迫 学的琵琶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 我之前要考级 然后有一个曲子就是柔弦特别多 就是那种 就是柔来柔去的 就是弹琴的话都会长那种茧 柔来柔去的话就会破皮 我当时就是那个皮破得有点恶心 破了好多层 然后我就能看到我那个红色的肉 对 然后为了考好 我当时确实挺认真的 这件事情 后来我妈妈长大之后就一直说 就她可能觉得还挺自豪的 但对我来讲就是可能 我只是一个好胜心而已 小插曲 对 但其他我觉得学琴的孩子 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对 我小时候也是名乐团的 我是学古征的 那你知道我就是学古征的原因很奇葩 是因为博弈考 是因为小时候看风神堡 然后他们都说她是美男子 然后你快看她弹琴的时候特别帅 然后我一看果然很帅 然后但那个时候不知道 古琴跟古征的区别 然后学错了 刚好学校的这个名乐团 就招人说有古征什么 我一看挺像 我说古征来这个 我要跟博弈考弹一样的 后来参加了异考 然后后来有跟李斯丹妮 我特别开心 我们合作了一首《Made in China》 也是中西结合 它是有rap的东西 然后我在前面有鼓征开场 我觉得那个感觉特别棒 那古古呢 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学习经历 其实我从小是跟一般的小孩子 一模一样的 很平淡地长大 直到有一天 新生训练一个典礼 然后旁边有个同学 他问说你会打鼓吗 因为那个同学看起来蛮臭屁的 所以我想说第一天认识不能输 我其实不会 我就跟他说我会 然后那我们来组个乐团好不好 然后我就说好 那你可以介绍我老师吗 因为我还需要再更厉害 然后给我一个名片 然后我就去学鼓 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打鼓 哇 好电视剧情节啊 对 蛮有意思 15岁我才开始接触音乐 开始想要变成一个非常厉害的鼓手 有帮那个阿妹姐打过演唱会 哇 后来开始学写歌 学唱歌 才变成现在的我 哇 一直在升级自己 花了很多时间了 花了20年了 真的是忌多不压身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 学习的一些技能 可能你当下没有觉得能为你 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突然有一天 它就像长在了你身上一样 给你带来了无穷尽的能量 对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技能 我是学美术啦 嗯 我从7岁一直到大学毕业 都是这个专业 跟唱歌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现在对美就有自己的 对 所以我审美就是这么好 审美就是这么好 审美就是这么好 现在那点技能就用在脸上 用在美甲上 那你现在还画东西吗 脸呢 化妆 我早上起来可不长这样 唱歌真的没有认认真真说 我要唱歌 我要学习 因为我要这个梦想 真心真意讲 我没有这样 那你唱歌是怎么 一唱就是很好听 少数民族的嗓子 我也少数民族啊 我枪族啊 枪族小善 你这样不能遗害全 我也枪族小善啊 他是被天使吻过的嗓子 我是被魔鬼挠过的嗓子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